是 风声 硬日红取消了今晚的直播爆料 真的强量 我骗你干嘛 你说 我替你客户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你是不是也应该 做点什么回报我 今天这儿的酒水随便点 记得我尝尝 瞧不起谁呢 我差你这点酒钱啊 那你想干什么 陪我玩一把吧 就像上次那样 三年前 对啊 你不是总嫌我记性太好吗 怎么能忘呢 上一次你赢了我酒局 然后一周后咱们俩就分手了 反正我这个人 就是不认输 输了的呢 又总是辩子要赢回来 怎么样 玩不玩 来吧 这样好不好 谁要是输了 就回答对方一个问题 只能是真心话 行 来吧 我们俩分手之后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 一个都没有 骗谁呢 我没那么闲 那顾虑试试怎么回事啊 你只能问一个问题 好 继续 陈贤爆炸那块电池到底是不是正品 我不知道 你这个回答不合格 我真的不知道 换个问题 你们到底能赔陈贤多少钱 我不想听到十二万 也不想听到十七万这个数字 看在你这么敬业的份上 十八万 那不可能 我们俩是在玩牌 不是在谈判 来 你的 问吧 我们俩分开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我 喂 姑娘 怎么了 我想还是得跟你强调一下 那个 陈贤的底线不能变啊 放心吧 我知道了 陈胜 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你们正在聊是吧 不好意思 那我先挂了啊 快点 快点 没事 那我晚点回给你 再见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不是住酒店吗 妈让我回来的 说要跟我说童童的事 童童又怎么了 没事 这 这不折腾人吗你说 你明天一大早还得赶回去 这得多赌啊 不是 你们一个简单的调解案 干吗要到郊外的酒店去啊 客户要求吧 你回来了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顾律师呢 对我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就像是一种债有余 我觉得她在嫉妒我们俩的过去 你爱她吗 不是 你的问题怎么在 这种事情上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的 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区别啊 但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我拒绝过她 哪儿奇怪了 因为她是有妇之妇 因为她是有妇之妇 跟你有关系吗 瞧你这副预言幼稚的样 不像你啊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她不适合你 因为真正适合你的人 她不会让你像小猫抓心一样 没招没落 她会心疼你 就像我这样 你心疼我吗 你心疼我会像现在这样 寸步不让吗 你不也没有让着我吗 那咱们各让一步 可以 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刚才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啊 来 出来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一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 可是你却绕了这么大的弯子 你爱她 你爱她 但是你们俩之间呢 又有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还很难跨过去 我说得没错吧 自作聪明是大忌 你先 十八万不可能 我给你个面子 来点诚意 一百七十万 怎么样 不不不 这样吧 这一局咱们俩玩点大的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你就说服你的当事人 接受我的条件 如果我输了 我就说服我的当事人 接受你的条件 怎么样 十八万对一百七十万 你输得起吗 不 十八万对一百五十万 也许输的是你 所以你们的底线 是一百五十万啊 在你亮牌之前 我希望你能回答我 最后一个问题 真心话 你呢 冯胜 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我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我希望我们俩 可以重新回到过去 你愿意吗 别开玩笑 咱们还是各自都往前看吧 你先不用着急回答我的问题 你先不用着急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不如这样吧 或许 或许我们俩可以去一个 不必了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难道不想赢啊 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赢 你不再考虑 傻子 本来你可以赢的 你还要出去啊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啊 我还是想今天晚上就回酒店吧 要不然明天早上走的话太堵车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呢 有什么工作不能明天再说 非要这么晚出去啊 我同事还有客户都在那边呢 明天一早我们还得接着开会 妈 那个顾念他们明天早上有个谈判 那今天晚上你赶回去 这都是正常工作 您就别管了啊 我是不放心 她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 去那么远的地方 她的安全问题你不考虑啊 要不这样 我送她 你送她 对 我送她 那这 她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开车吧 她 她不能开车 你看看 没 她 她开 我坐旁边 对 我 你把她送过去了 那你怎么回来啊 要不然这样 你嫂子也住那儿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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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折腾了 我明天早上再走 好啊 这样也好 早点睡妈 这样最好 最好啊 我休息 你进去吧 进去吧 进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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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你到了吗 我到了 我在二楼的咖啡区 好 我马上来 我给你加了牛奶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谢谢 加了牛奶很香 有空做营养早餐 看来兴致不错 街路在人静 而无车马悬 我老了之后 就得住到这种地方了 打退堂鼓了 不是 是大功告成在即 你跟许倩定谈成了 我还以为你们昨天晚上就谈了 少芳芳 而她逗你呢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她们的底线 多少 她们想说十八万 但是实际上她们的底线是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很不错了 接近咱们的诉求了 陈贤应该可以接受 我也能接受 许倩你 那么难缠的一个人 怎么会就像你教了老底呢 难道你们昨天晚上 我跟你说别往坏了想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那么一回事 你老同学 我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不会干那种事的 只是我陪她玩牌 她不小心说露了嘴而已 听上去好像谍战剧 女人不是男人的对手 没那么玄乎 现在那一百五十万 还是渴望而不可及呢 那今天要怎么谈 今天不好谈了 她可能会针对你 针对我 让你吃醋 让我吃醋 吃你们的醋 目的呢 激怒你 让你乱了阵脚 然后说出我们的底线 你让她失望了 昨天晚上 你让她失望了 还让她觉得是因为我 你跟许贤妮你们两个 谈过恋爱 两年 两年 但是三年前就分手了 看得出来 她对你还是于情未了的 那你没有想过要复合吗 从来没有 所以 所以呢 我该怎么表现的 我是说如果她想让我吃醋的话 你觉得呢 那我就吃醋好了 我 我们坚决不会让步 想都别想 除了陈女婿的医药费 多一分我们都不会付的 昨天晚上你还说能赔十八万呢 怎么现在只剩下医药费了 你怎么一天十八遍呢 什么十八万十八万 你做梦的吧你 我告诉你对待你这种人 就得像严东一样残酷无情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 我都残酷无情了 我跟你讲什么理啊我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 法庭上见就法人见 我告诉你 丰盛 面对现实吧 即使上了法庭你也会输给我的 你们俩吵够了没有 我们是来谈和解的 不是来吵架的好吗 顾律师你看看清楚 谁跟他吵了 是他一直揪着我跟我吵 我 我 对了 顾律师 你知道丰盛面对失败的时候 是什么德行吗 就是他现在这样 你仔细看看 你看看他这副嘴脸 他就喜欢掺着别人和别人吵架 所以你这次的输定了 对吧 明明是你在缠着他吵呢 他怎么会输呢 他如果真要输 他根本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觉得是你了解他 还是我了解他 你说呢 我告诉你 就这个男人 可是曾经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两年的 你说呢 我想起来了 据我所知你们俩好像 还远远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是不是 你们俩恋恋爱 都还没开始谈呢 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 我就我这双眼睛最毒了 尤其看男女之情 封盛 许芊妮 你闭嘴 我再好好回想一下啊 昨天晚上我们俩还聊了什么呢 我们俩聊了生活感情事业 包括和解协议 封盛 只要咱们俩在一起工作 那总是富有成效的 对不对 过去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昨天晚上 就差那么一点 一点点 我们俩就成功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俩贪崩了吗 因为这个男人 企图用他的字符来征服我 但是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字符 行 你们俩谈吧 你们俩好好谈 我失陪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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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你满意了是吗 满意什么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满意 你认输 做梦 你说什么 我现在不想完统 我把它给她��俩 这下饭了 你还不想了 你还不想了 我还不想了 你还不想了 让你还不想了 你还不想了 你还不想了 其他人 我还不想了 我说了 但是我还不想了 这个 这个破条件案里边 我心太累了 真的快崩溃了 赶紧缩上速决吧 本来咱们俩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非要带上他 累活该啊 你提个方案吧 快点 怎么 全都听我的 别太过分了 十八万 开什么玩笑的 我已经跟顾律师说了 底线一百五十万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 那个数文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而且牌桌上说的话不能算数的 姐姐 是你自己说 你昨天晚上跟我谈的特别有成效 那他就来问我到底多少钱 我就跟他说了一百五十万 我自己可一个字没提啊 我跟你说 他怪我喽 我不管啊 反正我不会同意的 那我没辙 我没办法 林准说就这个数 不可能再变了 我说的话他也不会听 你不会说你听错了吗 我没听错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 反正这话我没说过 你说过 我说过什么呀我说过 我那说着玩的 他不会信 他愿信不信 反正我不同意他能怎么着 也是 也不能怎么着 你说你们女人 是不是吃起粗来都不是人啊 不是 我是说都不是正常人 是吧 都像你这样事儿的 还说什么 什么要找一个消费平台的 网红主播 怎么 怎么知道 我没听清楚 主播 他要干什么呀他 想起来 就是说 除了陈贤之外 你不知道吗 有十八个消费者要投诉 这个米娅电池质量有问题 然后他搜集了一些证据 准备接受一个消费平台的 网红主播的采访 我发现你们可真逗啊 倒打一耙是吧 我把映日红的直播爆料 都取消了 你们现在给我来这一出 女人的战争 不懂 干什么呀你去啊 这一会儿你问问题的角度 可以更刁钻一点 好 顾律师 然后上面列出的问题 我会做最详尽的回答 行 已经吗 这不是 那个 乐康 以前端本司那个那个网红 网红主播 好 准备开始吧 别拍了 别拍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许拍了 你们不能拍啊 顾律师 谈谈吧 你知道如果你的这个专访拨出去 会给厂商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你考虑过法律后果吗 我等着你起诉我 我为消费者打一场 更大的维权官司 你是不是疯了 我很理智 封尚 能不能管管你的人 封律凭什么管我 我在为我的律所和我的客户尽责 我也希望为更多的消费者尽责 好吧 好吧 其实我跟丰盛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那是昨天晚上吗 还是之前 我不感兴趣 我劝你啊 我劝你赶紧把这个专访取消 那你们对陈贤的诚意呢 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 陈贤现在急需要医药费 做直皮手术 他目前失业在家也需要生活费 我们已经做了让步了 一百五十万是你们的底线 你搞笑的吧 什么我们的底线 根本就没有的事 丰盛那是以讹传讹 好吧 乐康还在等着我 等一下 下次办案 如果再碰到你们 宜盛盒的律师 我还真不希望是你 如果你想将此写进补充条款 我没理阻 你赢了 谢谢 上头了 好 定了 他不会有点 我们要再看 你们跑出来了 分 carts 我们要再看 你不能再看 你们快点 我们来 你诚也会 把我出来了 他好准备开始做饭 我还在外面呢 还得有一会儿 你忙什么呢 工作还没结束 调查你的案子呢 我在走访 证人名单里的写警 周永杰 周什么 周永杰 在他的证词里面 证实你很多次 自己私下里去会见杜糠 每次会见的时间 他那儿都有记录 我 我对这个人有印象 沐妍跟我说过 这个人所说的时间点 全部都能对得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我还是想亲自核试一下 其他几个写警 我都核试过了 就传他一个人了 那行吧 那你 别太辛苦了啊 早点回来等你吃饭啊 好嘞 阿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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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我说你以后借我车多远点 开得起吗你 周永杰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 开那么快 你想撞死人啊你 神经病 这个人叫周永杰是吗 是啊 周永杰 我邻居 是住在十五号楼一单元五零一的那个周永杰吗 就是他 不过他现在不住这儿了 听说他现在赚钱了 住别墅去了 你也认识他呀 我不认识他 那你知道他搬哪个别墅去了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说搬走了就死远点 还总是开个豪车回来瞎得瑟 神经病啊 他原来不是干协警的吗 怎么突然变这么有钱了 又开豪车又买别墅的 听说是炒股赚的吧 谁知道呢 你说也奇怪了 那会儿我跟我老公 我爸妈炒股全赔了 就他周永杰赚了 邪门吧 邪门 不知道他走什么狗食运了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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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佳晨呢 好 在书房呢吧 回来了 饭马上好 学校我已经去过了啊 系统在需要好着呢 您担心的那个排队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同学的数量是单数 系统又刚来 下周一轮换就没事了 对了 董老师说 这事他跟您说过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董老师还说 系统刚转过来 各科成绩都不太稳定 但唯独英语这一门 在班里还是名列前茅的 这都是您的功劳 你可别忘了 你妈我曾是 云苏文化馆宣传科科长呢 这科长跟英语有什么关系 怎么样 有什么进展 今天还真的有新情况 这段时间 我重新梳理 调查了所有相关的证人 目前看来 大部分的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今天在走访这个周永杰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居然 突然之间据说是炒股报复 换了豪车买了豪宅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协计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可以赚这么多钱呢 你想说什么 周永杰跟你一样 是有机会接触到杜康本人的 他完全有能力 替杜康向外传递消息 帮助销毁证据 还可以向办案机关做伪证来陷害 你说 有人在背后收买他 如果他真的是被人收买了 价格还真不低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 这线索很重要 应该尽快把相关警告 去法院汇报 先不管书买他的人是谁 先把郑永杰报复的证据 提交上去 然后向法院申请 对这个人进行调查合适 我也是这么想的 该村内何堤房 种植有杨梅树 该村村委会呢 系杨梅树所有人 吴某某系 組结宣记该村的村民 其私自尚树采摘杨梅 不慎跌落受伤 经抢救无效 死亡 吴某某的子女 黎某某等人 起诉该村委会 承担赔偿责任 冗绩救典 就在家里 你是 respons了 咱们认识吧 明天在法院门口 你给女儿搭讪 让我来了 我爱你 咱俩中学的时候还合作过呢 怎么了 兄弟是你啊 误会误会 什么大善女孩没那回事 我跟唐小英是老乡 唐小英 方旭 我持反方意见 出去 王老师不会生气的 没事啊 一会儿还能回去了 拽我干吗 我还要回去上课呢 我真有个事得问你 我没空打理你啊 等等 你先给我说清楚 唐小英是谁啊 就是那天跟你一起那女孩 我们不但是老乡 中学的时候 还一起参加过辩论大赛 做过队友呢 你认错人了吧 他不叫唐小英 不会 他就是唐小英 他真的不是唐小英 人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可能很多年没见了 他认不出来我 对对对 你老家哪儿去 在那儿 你别喜欢 他再安装 肯定在我 你肯定在那儿 还有 要死呢 可不得了 我不能 是 我们 我是 我们 这个 已经 我们 叶琴姐 唐晓英 唐晓英 她为什么管她叫唐晓英 我的口红呢 我的口红在哪 有看到我的口红吗 我的口红呢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口红 我没拿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口红 你实话告诉我 我真的没有拿 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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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那个我自动支付 好 我感冒了还来上班啊 不想离穿了你就离我远点 看我硬着谁啊 你说什么那大早上呢 前两天我去画廊 昆天那天跟你搭设那哥们儿了 她说她叫蔡永南 跟我有关系吗 秋立县高中电视队 你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份 秋立县高中电视队的参赛名单 里面有你的名字叶琴姐 后面就是唐晓英 那紧接就是蔡永南 她那天百分之一千 是认出你了 你看 这不是你们那个参赛名单吗 你们仨名字都在里面 你干什么呀你 大早上不够忙案子不够多是不是 能不能别老挖别人过去 有意思吗 你跟唐晓英长得很像吗 那她为什么那天把你称唐晓英了 我这忙着呢 能不能从这屋出去 你先别生气啊 我就是挺纳闷的 你说那天你碰见她的时候 你就奇奇怪怪的 那我我以为是一陌生人 她要欺负你呢 那过两天我碰上蔡永南了 那她跟我说的话 就更莫名其妙了 我就想把这事弄清楚 你弄不清楚 你不用关心我 我不需要人关心 你别在这对我纠缠不清 我告诉你 我不想谈恋爱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去吧 上次咱们说过 该让方旭和顾念 单独办理一些 更为复杂一点的案件 以考验她俩 独立办案上的能力 虽然顾念之前 也单独处理过 正经罪嫁案 表现也算出色 但那个案子相对简单 不足以考验 她的表现和能力 而这个张秋水 过失之人死亡案 难度就要大多了 对律师的挑战性也不一样 我建议把这个案子 交给方旭或者顾念 单独处理 你觉得谁更合适 这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我这不决定不了吗 所以才找你商业 这事你就不用避嫌了 这个很难决定吗 行 我大概知道你的答案了 那你的答案呢 我问你呢 你倒一个劲地问我 你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矫情了 你不就是想说 这还要问吗 当然是顾念了 你想说就直说嘛 难道你不是这么认为吗 顾念跟方旭是鬼有所长 但是我们的当事人张秋水 是个女性 年龄跟顾念相当 她们在沟通上 有天然的优势 方旭矛头小伙子一个 被张秋水过失至死的 恰好是张秋水的丈夫 那么她们在爱情婚姻上 有什么样子的恩怨 你觉得张秋水 是更愿意跟顾念沟通呢 还是更愿意跟方旭沟通呢 而且律师 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配合 又是如此地重要 还需要列举其他理由吗 坦率地说 我的答案其实跟你一样 但是无论是顾念 还是方旭单独办理此案 其结果是必影响到 她们最终的去留问题 你知道我一直很看好方旭 她年轻有冲劲 业务能力强 还是男性 当然 我不是歧视女性 我自己也是女性 但是我太清楚 一位女性要在职场立足 乃至脱颖而出有多难 顾念能坚持到内部吗 也许她只是因为 家庭发生了变故 不得已重回职场 为生活打拼 哪天要是家庭经济改善了 说不定她又想回归家庭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方旭公平吗 人生很长 未来难料 我们只需要在当下公平 我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不太像是 我们令大律师的风格呀 监听则明 偏信则爱 那我们是二比零 还是一比一啊 一比一吧 那就顾念公平吧 傻子 明明是二比零 真的 我还骗你啊 哥 她的令主任当时 征求我的意见 我当然好不容易去选择你了 她也征求了 丰主任的意见 丰主任最终求我的谁 我就不能跟你说了 那令 令主任更倾向于谁啊 反正啊张九水这个案子 不管你和顾念谁赖办 并且胜诉 最终就能留在一场好 可谓一举定数 那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令主任直接争取啊 可不 那那你还要跟风主任那儿争取啊 你不找打吗你 那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令主任就是你的高知 攀高知攀高知的 你得赶快去攀吧你 明白明白明白 你急死我了你 张秋水一案 如果要在方絮和顾念之间 选择一位律师来独立办案 你觉得谁更合适 当然了 无论他们哪一位办理此案 都需要你的配合和协助 你就当给自己挑个搭档吧 怎么 很难选吗 令主任决定谁 我就跟谁合作 我想知道你会选择谁 我更愿意跟顾念合作 是吗 我还以为你会选择方絮呢 方絮平时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工作上 我更愿意跟顾念合作 明白了 来 说着吧 雨下 access 嘞 好 主任 主任 进来 方旭 有事啊 主任 有话直说 我听说有一桩 张秋水的案子 你想让顾律师 或者我独立办理 我希望您能够 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你怎么知道的 李大为说的吧 您千万别作怪李律师啊 他也是为了我好 他只是想让我 多一些实现的机会 我看他呀 他可真是操碎了心 说说吧 为什么我要选择你 而不是顾念 经过这段时间 在律所的实习 我在前辈身上 学到了很多经验 我准备好了 我相信我有能力 打赢此案 此外 我渴望胜诉 渴望为律所带来业绩 这样我才能赢得资格 留在医生上 说得很好 但是顾念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 还有什么 除了性别 我跟顾律师 好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够有所长 但是我还是想为自己 争取这个机会 我相信是在人为 我不喜欢被动 等待幸运的降业 因为幸运 通常是等不到的 你这么做非常好 主动出击 才是城市的关键 谢谢主任 你最近跟叶琴琴之间 是不是有点不愉快 没有啊 是吗 我 我们之间 可能有点小误会 但这也不会影响工作的 什么误会 我也不清楚 你不会是在追求叶琴琴吧 没有 当然了 我不是说你无权追求她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私事 势必会影响工作 我不会的 不会什么 我不会影响工作 我还以为你会说 你不会追求叶琴琴呢 我以为主任自在意的 是不会影响工作 当然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我告诉你 张秋水一案 我已经决定交给顾律师 你不会太失望吧